香港繁送中運動持續發酵 中共國務院表態支持特首林鄭月娥 但面對記者提問卻避重就輕 香港警察暴力清場引發民怨 現在連政府部門的公務員也站出來 申請週五上街遊行 國安私營風暴延燒 總統府秘書長陳菊表示 自己如果有責任絕不會逃避 往通大廠回流台灣 強調未來製造地點不會選在中國大陸 更詳細新聞內容請鎖定新唐人亞太百節八點新聞